大家好 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怪论奇谈节目 会求大家订阅点赞评论 支持我们的频道发展 谢谢大家 在一系列其他预言节目之后 我们今天回归我们频道的一个重要主题 我们来讲推背图 上一轮我们花了三期的篇幅 讲了一下推背图的第42项 解读了三种情况 一些人倾向于第一种认为第一种对 一些人认为第二种对 当然也有人倾向于第三种 我这边只想说 我比较喜欢的是 我解释的这个肖美琴为美人的解释 我比较喜欢 既点出了美人 也点出了琴 肖美琴本身也是混血的背景 也是应称了一个义人公 疑人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按照肖美琴目前的关节来说 作为推背图的一个重要人物 目前他的地位还是不够 但是未来他要是竞选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的话 这就不好说了 总之 这第42项 推背图单人项 从之前的项中总结的一系列密码 这个密码来说 应该代表了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人物的出现会闹乱君臣百万般 让政局产生很大的变化 被闹乱之后 这个君臣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那就来到了这个推背图的第43项 君非君 臣非臣 闹得这个情况看来是非常严重了 君臣已经都不是君臣了 推背图的第43项 我们之前已经足字足句的详细进行了阐释了解释过 当时把君臣比喻成大陆和民国台湾 但是到底谁是君 谁是臣 这个我们当时的节目 一年前 我们没有参透 这里我觉得可能还有第三种方式的解读 今天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一下这个第43项的番外片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42项当中美人如果真是一个重要的女性的政治人物的话 比方说肖美琴 那就说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可能是几年或者几十年十几年 这个也说不定 那么第43项的情况其实就应该是更加靠后 而且这个情况是更加复杂的 按照目前的局势应该就看不到 从这个时间跨度也应该是未来的一项 君非君臣非臣 意思是不是指之前的君臣政权这个情况都有所改变 这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吗 之前我们解读的时候 并没有结合第42项的情况来进行解读 把第43项归到了这个两岸情况 归成了这个一项 而如果把第42项和第43项看成一个整体来说 则解释和之前应该是全然不同了 这个黑兔和青龙是一个极大的误导情况出现 如果它是指代2023、2024年份的话 那么第43项将马上就要发生 那么现在不可能没有明显的苗头 而且这个第42项的解释就只能是把美人解释成 之前的第一种情况 美国人 这样解释其实也不是不行 但是和推背图之前的行文上差别太大 如果把黑兔、青龙解释为政权的话 这样一来就不再受年份的束缚 解释起来就会让人豁然开朗 有了一个新的角度 这样的话 这个第43项就是未来的项 很有可能不会太近 图中两个政权也不一定是两岸政权 也许是新的政权新的情况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研究过很多次了 可谓非常熟了 看一下 一老一少都抬着手互相看着 好像在相互吓唬一样 这里出现了老人和年长人和小孩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推背图之前的项出现长者和小孩的项的这个情况 小孩的项我们找到了两个比较代表性的 一个是第15项 第15项图中一个小男孩 再用一把扫网 这个扫这个风潮 我们看趁月 天有日月 日月同在在推背图中是好的含义 象征着一个好的时代要来临了 或者是已经来临了 这个我们之后找一期节目来单说 地有山川 什么意思 和天有日月对应 形容好时代来临 这里还有另一层含义 那就是说日月山川 循环往复 有战就有河 一个时代的变迁要来临了 海内纷纷指的是当时的五代乱局 富后子前 形容这个政权交替非常快 战事中原起未休 和海内纷纷 这形成对令的关系 形容五代乱局 几人高枕过金戈 形容五代帝王大部分在战乱中死去 环众自有真天子 说的是话中的孩童 扫尽群妖 见日头 指的就是这个真天子将平定五代乱局 所谓金圣探的批注 写明了这个人就是宋太祖 这个小孩 香孩儿扫除群雄 所以这个第一个小孩指的是宋太祖 除了香孩儿之外 他还象征了一个政权的这个雏形 一个年轻政权的意思 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意思 除了第十五项之外 来到第四十项 这一项我们在推背图中的中华民国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讲了 这个代表着民国政府败走台湾 垂拱而至 而三个小孩当时说了几种解释 但是按照推背图对于人物的解释最普遍的情况来看 那肯定是代表的是政权 所以这三个小孩应该是代表政权 而他们传的这个球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有故事的 我们这里就先挖一个坑 也在之后的节目再为大家来解释这个 还是来讲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应该是代表三个政权 按照当时的时事分析 三个政权分别是民国政权 日伪政权 以及中共政权 那么三个政权哪个是哪个呢 我觉得那个头发少那个孩子 上面那个那是中共政权 右侧的小孩日伪政权 左侧的孩子是民国政权 这个不卖关子了 这是按地理情况来决定的 三个人站在位置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因为这些政权很年轻 日伪政权不用说了 40年成立到45年就结束了 在政权当中是非常年轻的存在 而民国政权当时其实也只有30多年 在政权上也是个孩子 而中共政权在延安从37年开始 当然也是个孩子了 这个第二个有孩子出现的像 孩子代表是年轻政权无误了 那么第43项这个孩子 当然我觉得也是代表政权 但是他代表什么政权呢 是不是像我们之前描述的是中华民国呢 我这翻外篇的解释当中啊 这个小童并非是之前的解释成中华民国政权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40项三个政权是民国日伪和中共的话 三个年轻政权的话 到第41项就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当然指的就是中共政权 中共政权 第41项说的是中共政权的壮年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年时期 这个图中我能看得出来 这个人是一个年轻 那个是个青壮年 所以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民国政权应该跟中共政权 这个状态差不多也不应该是小孩 也应该是一个壮年或者甚至是老年 因为呀这个民国比中共政权还要早 按照人的年纪代表政权的这个年龄说法 这43项这个孩子那肯定就不应该是民国台湾了 那么他应该是谁呢 我们这个话题先放下 看一看老人 孩童只带一个政权的雏形 年轻的政权 那么年长一点的人呢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像发现出现很多年长的人 并且这些年长的人代表的政权 其实是没有特殊含义 但是一般指的是成熟的政权 并没有说代表这个政权就非得是垂暮状态 不是老人就吹目 那不是和小孩子是不同的 是个成熟政权 所以第43项年长者可能是一个政权 相对成熟一点 存在的年份更长一些的这么一个政权 那么按照这个图画 第43项反映出来的情况 那就非常的明朗了 指的是中华大地上两个对立的政权同时存在 并且两个政权没有战争 并行并立 这两个政权 一个年轻是新兴的 一个是年长 是前的 并且按照两人的位置来看 新兴的年轻政权是在东南方 而年长的成熟政权是在西北方 那么这两个政权到底代表谁呢 这种对峙局面会持续多久呢 我们之后的节目再接着聊 本期的《怪论奇谈》就为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